大家好,我是耿耿耿 今天呢是中国的时间 2024年的2月28号 之前我说过135780拉 算是一天都不差 其余都是30日只有2月28 按理说我们这个 从小学都学这些东西 但是我看日历 我发现这个月居然有29天 我不知道这多出一天是怎么弄的 我也不太懂 按理说2月只有28天 怎么会出来个29天 我真的有点摸不着头脑 然后呢 这两天这个天气 大家看到了 基本上已经放晴了 下午的话 大家看起来就是 天气不太好啊 有那种阴沉沉的感觉 确实看着就像下雨一样 这两天都是啊 上午太阳还挺那个 一到下午太冷 第二呢就是他看起来阴沉沉的 就想就感觉这只有快下雨了 或者干什么 下雪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不太感动了 另外呢就是最近我就是有点按捺不住了 就是觉得就是买二手装备我感觉也太麻烦了 也太浪费时间了 我就打算这两天如果说真的再找不到什么的 就就下定决心就买全新的自行车的就不买什么二手的全都搞新的 搞新的话咱首先也不可能说是不是加起来是不是朝五六千七八千这样搞 基本上两千多块钱 我大概就觉得这个还可以啊 还可以接受我两千多 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啊 相对于来说就是咱们普通人的话可能顶一个月的工资啊 也就是说破产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把自行车什么都搞一下 然后我在网上我我看了几款 然后自行车他有的评价还是蛮不错的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呀 有人在上面说啊 骑着自行车骑了两千多公里三千多公里啊 没有一点毛病 他说这个车质量特别特别好 我看了很多这样的评论啊 他不是一条啊 他应该有个七八上十条啊 他那个评价我感觉都挺不错的 说明这个车质量应该还不错啊 都是一些骑行的人啊 然后买回去 然后觉得这个自行车很不错 然后那个自行车的价格的话 就是大概是一千多吧 三十速的才两千出头点 最低的好像是二十一速的 才一千一千二三吧 一千三四这样 也不贵啊 说说 一个旅行车是不是长途跋涉的 是不是 一千多不贵 说说 一千多也就买个电动车吧 还是买那种小鸟电动车 小刀电动车 就是那种小电瓶的啊 不是那种大电动车 买不到啊 一千多块钱买个自行车 而且还能长途旅行 他这个自行车我看的还蛮不错的 他有前货架 有后货架 前面能挂俩拖包 后面也能挂拖包 然后上面可以再安一个那个 自行车车 我不知道他们送不送 如果送车车的话 刚好 把车车往的上面安 然后买买买买四个驼包 前面挂两个 后面挂两个 我驼包我也不会买什么好的 就什么便宜就买什么都得了 然后就像帐篷的话 基本上能 这封党羽差不多就行了 一百多块钱的 我觉得就 可以了 睡袋的话 基本上几十块钱的 不会他妈买七八百 八九百 我觉得没必要 前期的话 投入太多 我觉得也不太那个啥 就先差不多就行了 其实 那个旅行车我都不想买 我就 我本来我就打算买个 几百块钱的那个3D车 然后装个前后货架 但是我 后面想了想 买个3D车再装个货架 基本上价格 也差不多的 关键是 几百块钱的3D车 坏到半路也不好搞 价格太低太低的 买不到啥好的 另一方面就是 很多3D车就几百块呢 是 但是我看很多评价就是质量太差了 然后你如果说你买个1000多的3D车 关键很多3D车都不带 前货架的 他就一个后货架 后货架你还得买货架 然后想来想去 我还觉得这个什么 直接就搜索 那个旅行池 我看到 就是1000多的 有的还说质量还不错 他不是说每个品牌质量都很好的 他有很多品牌的 我就简单的就看了三个品牌 然后 就觉得 就是评价稍微好一点的 就觉得 想着就是搞一辆 1000多 然后他那个不是 能挂前后 拖包吗 前面两个 后面两个拖包 拖包的话 我觉得 大概80块钱 然后搞定就OK了 我就不想买那么贵的拖包 拖包的话 100多块钱 能搞下来就OK 睡袋的话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到时候看看 如果那个啥的 直接买两个睡袋 一个睡袋可能会冷 套两个就不就行了 是不是 然后再拿上家里面带的被子 然后自行车的话 还要买那个什么 买那个就是刹车片 叫来 来 来令派 就是 他你轻轻过程中 然后刹车他会磨损吗 磨损久了 然后呢 刹车就不行了 然后你要换那个 什么刹车片 然后你就像那个刹车器坏的话 那修一下价格不嫌疑 基本上都是 白八十块钱修一下 那个挺贵的 那刹车片便宜 九块钱好几对 还爆油 然后还要买那个副条 就是那个自行车 那不是有车轮吗 他他有 一长六千六千 那就是一个支撑点 很多副条不是编织 成一个圆圈吗 这样的话能够承受压力 你如果说没有那个副条的话 副条断的太多 走着走着 那个轮胎就是那个刹骨润 里面的那个钢圈是吧 他可能就直接就变形了 就就没法起了 所以说如果说那个 那个副条坏了 还要自己能换副条 就看看怎么换副条 看下视频什么了解一下 还要带备用的副条 带个 带个几十根吧 也是几块钱 不到十块钱 不过有到家 然后还要就是 搞那个什么 自行车就是链条的那个 链条嘛 搞太长的话太重了 比如说搞一整 整个链条我感觉太重了 我就觉得 就是搞个几顿就行了 比如他不可能说链条 整个就短了 他不可能的 他他就是说可能坏的话 他就坏 大概就是这么长 或者多少 然后就买买那种 短的一截一截的那种 那条准备个几对 然后坏的时候 然后用那个节线器 然后给他修一下 然后你像齿轮的这些的 就是说实话 那带着 那个啥 一般那个 比如说什么牙盘啊 什么这些东西 我说你要是买 我去 那你 那如果说就是说 咱什么都需要自己修的情况下 是不是 什么牙盘坏了 我也自己搞 什么什么螺丝送了 什么怎么怎么的 那很多东西的 就是就是啥意思 我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正上八经的去 全部都修 什么都不用人家搞的话 你要带很多东西 估计你还要带 再带一辆自行车 是不是这个坏了 咱们用得把那个零件 然后再搞到这上面 但是不现实 因为你其实 你本来车的重量都在 你也带不了那么东西 就是一些备用的吧 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 你看就像这种服条的话 它时间长了 它轻走的话 它有时候松 或者说有的时候断了 然后你可以换上 你像自行车 那个链条的话 你登久了 是不是 然后它可能也会断掉 或者说什么摸索很严重 然后你可以换一下 就像刹车便 这种是易损的东西 有些链条的也是易损的 你像那个服条的话 它是备用的 就是一防万一万是说 这个走到时间长 这个服条万一说断了 你最起码有个备用的 是不是 遇见那种钱不着村 户不着店的 最起码你能 就是把这个换上 将就着 然后骑到一个修理铺 再花钱修也行 就是应急用的 说实话 然后还有就是 那个自行车的那个工具 要准备一套 我就想买那种小的 就跟着插钥匙 然后那上面 就很小巧的那种 我想买那种 就带来方便 然后呢 还要准备啥 那么还要准备那个 备胎 就是内胎嘛 就是因为在路上 你换的话 就是很浪费时间 我是想着多买几条备胎 买个三四条 然后带在车上 如果这个备胎 如果这个轮胎扎到了 就是直接换上新的 直接打气 然后先走 然后到了 就是找到路营地方 或者什么的 然后再修 这样也节省时间 然后也那个啥 就是不影响 咱们就是正常的 那个啥 然后其他的话 你就像 你像这个轮胎 轮胎的那个内胎 准备好之后 然后必要情况下 其实还可以准备一条外胎 就是那个自行车的外面 就是接触地面的 那个的话 等到时候再说吧 我感觉带胎 说太沉了 基本上我觉得 就准备内胎就行 如果说去国外 准备骑行国外的话 就搞一条外胎 然后带上 但是这个一千多车 我也不知道 能不能坚持到国外 估计能怼到 咱们怎么广西边境 我都感觉谢天谢地了 等怼到再说 谁知道呢 他说是 很多人说啊 这个自行车很好 我骑了三千多公里 两千多公里 一点事情没有 有的还说 我就扎过他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这个车非常nice 具体nice不nice 咱也不知道 但是 等下来说 那个有的这个车 评价还是蛮不错的啊 价格也不会一千多 然后把这些什么 基本上该准备的 就准备一下嘛 然后还要买那个 帐篷就一百多的 水带就是几十的 防烧垫的话 以带不带都无所谓 直接用我奶奶 我缝的那个什么 那个往地下一铺就行了 因为我还带着有被子 还可能还会带很多 等下铺地下得了 到时候再看吧 就让你赶不上变化 其实我都不想买什么 睡袋之外 只要带上那个什么 带一个被子 带带一个毛毯 往下下面一铺就ok了 也没必要带什么睡袋 睡袋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它是那个卷的嘛 本来我想我让我奶奶我缝一个那样 他说我缝一个被子 我去 还要弄一个弄一个铺的 我去那样最收拾的 我感觉有点麻烦 然后就是露营呢 这会儿基本上 花个几百块钱 我觉得都可以了 你就像去修 修的工具的那一台 花个一百一百左右 应该都能搞定 什么副条了 什么包括什么维修工具 链条油之类的 估计一百块钱就搞定了 然后还有就是还要准备那个做饭的 就是买一个柴火炉 柴火炉就是你在外面就是剪柴火的话 可以用它烧柴火 然后就能够省 省一点钱知道吧 烧那个器官的话特别费 然后还要买一个那个汽油炉 但是我看有那种什么器官良用的炉子 但是我在考虑要不要买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就是买那种什么 一体式的那种汽油炉 就很方便那种 就不是那种分离的 那种应该维修起来 方便一点 一体式的那种汽油炉 然后直接把汽油罐里面 然后加压 然后用那大火锅 打火机点 点上 然后把锅往上一架 就可以吃完 然后再买一个那个 器官那个炉头跟那个接头什么 那一条 那一套 然后再准备几个器官 还有呢 就是还要准备什么 还要准备一个那个高压锅就OK的 然后你就像什么案板了 什么菜刀了 我那里还有一个那个小小的那种胶案板 跟小小的那个刀 我觉得完全够用 基本上咱们出门的话 我出行的话 我我可能会考虑在网上 就是买东西 买十十公斤大米 不是十公斤 十斤大米 十公斤有点太夸张了 十公斤估计太重了 就是买 基本上就是买十斤 那个大米 然后再买那个什么 再买那个五斤或者十斤土豆 然后带上 然后就天天就是把土豆一削 然后放在那个 高压锅里面 然后弄点什么盐了油了 然后往那里一锅灰就得了 我就这样想的 我就做饭就简单一点 也不做什么乱七八糟 基本上多吃饭就行了 因为七星你不买肉的话 你要多吃饭 所以说一顿我就吃多一点 能多吃就多吃 就米饭跟那个什么 然后隔个几天 然后买买肉或者说买鸡蛋 然后补充一下 就身体所需要的东西 因为七星的话是很耗费体力的 然后还要买那个什么 还要买那个充电宝 就是在外面 你可能要用电拍视频 主要是还是拍摄用的 如果不拍摄的话 其实准备几部手机就完全够了 关键你要拍视频呢 你不是说你光就是骑 就以骑行为目的 然后啥也不用想过去 那你有钱的话可以 那样弄 对吧 啥也不用想 那不是还是为了想能够赚点钱 然后走得更远了 所以说还要准备几个充电宝 我我我我是想要准备大概十万十万毫安以上的这种充电宝啊 就没几个不是那种一下子十万的十万毫安的充电宝 我看卖的也不多啊 我就买那种两个五万的或者说一万的两万的就组合成什么十万的我觉得就行 大概十几万毫安充电宝 每天我肯定会用两次电 就是一部导航 手机还有导航 导航但是我不可能说是一直就是开定位导航 我就看一下基本路线 如果直线行驶的话 我就不那个啥了 直接骑就完了 然后还要买手机 我感觉三部手机不够 因为我现在拍摄了这种三部手机 然后还有一部是苹果手机 还有一部苹果手机 它那个电池不太耐烦 拍不了多久 但是基本上够用 其实买不买手机也行 但是买了更好一点 主要是拍摄 拍摄的时间多啊 所以说肯定要解决这个电的问题 还有这个设备的问题 什么那个什么360相机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都没必要买 就直接就买手机就行了 然后到哪里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然后能跳个科目山 然后跳个科目山就OK了 然后就拍一下就是 启行的一些什么趋纹就OK了 其他什么拿那种什么360 我觉得真的没必要 可能360就是小一点 然后方便一点 基本上不用什么 刻意的去录制自己 然后360度嘛 另一方面就是它小巧 它被就是被抢的这种可能性也小一点 你就像那种什么 就是小型的运动相机 其实它被抢的这个可能性比手机要小 就是你国外你用手机 就是这样拍摄的话 很容易被抢的 你买个那种小相机 你拿着拍抢你一挪 它抢个毛线 你手机 你手机是不是 手就这么大 人家耗着都耗着 所以说买运动相机 你们还是蛮聪明的 在国内其实 运动相机就是小巧的相机 我觉得用途不大 但是国外 我感觉这个用处要比手机大 第一它不容易被抢 就让它小巧方便 知道吧 最主要我还是觉得 它就是不容易被别人就是给 就是抢夺了 你要是买 拿着手机去拍的话 可能会被那些什么小偷小 直接光明哥纳给你抢走了 所以说其实在国外买一个 那种小型相机还是蛮好的 也不容易被抢 然后也小巧也方便 但是我又不想买 我觉得没必要 我觉得买那个相机 花一千多买个 那相机机拍会 我还不想买几个苹果手机呢 苹果手机拍摄相机又好 是不是 想怎么拍怎么拍 能剪辑能打电话能干什么 我买个相机那不是纯纯打远种 还要买那层卡 他们又得麻烦死了 我觉得还是手机好用 这是我 不想买那种什么 运动相机或者360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 我也不打算什么 还弄个延长钢 还那个什么 气氧的时候我就尽量就不拍了 就拍的时候 我也是 就是把这个腿放下来 我不会说是骑着拍的 那很容易出事的 另一方面就是也不安全 所以说就会地下推的时候 然后再拍 然后基本上会国外的话就拍所见所闻 就是每一天在干什么 然后到一个美丽的地方了 然后去人家要点水 然后要点电 然后给推人家做点课 就就就拍自己这种 什么这种旅行的生活就行了 那国外如果遇到合适的这个女孩子 我就不他妈的气行了 就再见了 拜拜了 爱咋地咋地了 然后就是就就开个小店 就直接卖中国产品得了 就不下级不跑了 直接做生意 其实我真的我 想法我还是觉得做生意 那个什么 在国外做生意好一点 然后环游这世界的这个想法呢 是因为我跟那个烧菜分手了 所以说后面一期的这个东西 然后让我萌生了这种想法 也想去完成的 当然如果说在环球的路上 如果运气好 或者说缘分到了 遇到一个合适女孩子 我可能就会终止她 然后大家可能就看不到 我什么环游世界 我不像一些什么博主 天天喊的环游世界 蹭蹭蹭 萌萌萌营七七七七 我这个人我就随心所欲 想走就走 不想走就不走 就这么简单 我不会像他们一样 怎么怎么样 知道吧 我这个人就是想法 想到哪去弄到哪 知道吧 敢想敢做 所以说到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 反正在两天我在看看 如果真买不到的话 就是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 直接去买新的 一千多买个旅行池的 那个人家说这样还不错 应该是这样还行 我能坚持个几千公里 应该是没啥问题 然后再买什么 就像帐篷了 碎带了 然后修车的 这些小东小西的 然后还有就是做饭的 然后再买 再买四个驼包 买便宜那种 然后就OK了 其他的我觉得也没啥了 再买对 再买点初年宝 就OK了 那个太阳能充电 很多人说 那个没啥用 带着还 还挺沉的 然后很多时候 就是你充一天 基本上都充不满一个手机机 能充满的那种什么 快充的 那个板子要很大 然后还有就是 阴天又充不了 天气不好 充的就特别慢 还要长那种 就是纬度高的 就是太阳直射 光照比较强的地方 就像东南亚 那非洲那些国家 太阳能 应该是挺好用的 像咱们中国 像我们河南这边 就像现在这种天气 你充到明年 也充 充不满一个手机 我估计 所以说 很多人都说了 这个确实没啥用 我也觉得 带着它是雷队 还是需要咱们去获取电源 啥意思 就是还需要咱们去 找充电的地方 不能说是 是靠这个 但是买一个应急备用 是可以的 你单纯你指望它充电 你就有点不太那个 不太符合实际 这不是我说的 很多人经过这个实验 都出来 我也经常会看这些东西 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 我没事我就会了解 什么太阳能充电宝 自行车乱七八糟的 因为我确实想要去 完成这个事情 所以说 就是经过了解 然后制造了一些 很多东西 要准备什么 基本上心里 都有点是我 然后 就像签证这些 我都真的去了解过 包括什么 一些应用的英语单词 比如说 我们中国人是免签的 请不要为难我 或者说 我已经支付了签证费用 请不要问我小 问我一小费的 谢谢 然后还就是 你们家有水吗 我可以去你们家借点水吗 谢谢你们 然后还就是我没有电了 我可以去你们家充点电吗 我可以给你点钱 谢谢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 我能和你拍个照 比如说遇见那么好看的姑娘了 然后给人家来这喝影 拍个视频也挺好的 然后也学了几句 反正出门 我自己在国外我就打算 没事的撩撩妹 是不是 然后自由的骑 然后我办签证 我今天会办时间久的 就不会办那种什么 十天八天的 骑的跟投胎一样 是不是 骑那么快 骑的慢了又 又那个啥了 一些 一些国家如果说办不了什么长期的 没办法呢 只能骑的快点 就这么简单 反正我的想法就是能待的久一点 待的久一点 能待三个月 就就不待一个月 就多花二十美金都没问题 比如说一个国家 一个月的签证是三十美金 然后三个月可能就是五十美金 然后我就会选到五十美金的 或者说一个国家这个签证费用 二十美金可以待一个月 然后五十美金可以待三个月 那我肯定选到三个月 多一百块钱 我能多待啥月 是不是 也不用那么赶 然后办理签证的话 我都会选择电子签 如果电子签没办法搞的话 就是选择这个落地签 或者说去当地的使馆 去办理下个国家签证 就这样 反正该说的就说了 基本上打算就这样 到时候看看吧 出发了就开始正式的咱们的拍摄了 反正我这个视频 我这个设备的话 像素还一般般吧 我都不喜欢这种什么像素比较好 像素比较好的很占内存 大家这都不知道 剪个视频剪出来什么好几个G 上传线视频好几个G 太费流量了 学弟们 所以说我就 现在我就尽量的就把这个视频压缩 我就是画质压缩到最低 然后能够省流量 然后能够发更多的平台 比如说我发一个平台 我需要五个G 是不是 那我压缩完了就几百 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多发几个平台 对不对 一个因为现在在国内不是一个平台 而且 有的平台它是不打地 知道吧 所以说你指望一个平台的流量不行的 知道吧 所以说能尽量多发就多发 全网全网发布是最好的 能够吃很多平台的这个流量 吃很多平台的钱 知道吧 光发一个平台 如果说做起来了还好 就是做不起来的话 这真的就有点那个啥 所以说还是把要保 要把这个保啊 多压一下 就是多放压主啊 不能压在一个平台上 压在一个平台上上面 我觉得不太行 就比如说有的视频 是不是在B站啊 能够火啊 在西瓜上啊 没啥不放的 有的在B站上能火 在西瓜上又没啥不放的 有的能在百家号火 然后在那上面又没啥不放的啊 就很奇葩知道吧 所以说 有的平台它的类型不同 就是你把不同 这个视频发到不同的平台上 可能效果真的就不一样了 真的 兄弟们 好了 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啊 感谢你们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 另外就希望大家就是 出门工作的话 就小心一点 然后 嗯 在这边春节也结束了 然后该找工作找工作 然后找到班上就好好上啊 不要就是瞎跑了 现在工作也不太那个啥 另一方面容易被裁员 然后你没工作之后再去找就很困难 金融也激烈 然后内卷也严重 工资还下降 所以说 大家就 学会接受吧 学会那个什么 学会适应啊 没办法 你不适应 你就无法生存 所以说我们要 我们要就是适应这种环境啊 适应不了 那就生存不了 就跟我们的大自然是一样了 是不是 有的动物是不是进化成功了啊 它生存下来了 它没进化成功 它不是灭绝了吗 那不都是适应环境吗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外部环境是由上面的人决定的 所以说我们没办法改变什么 对吧 我们可能改变就是适应 适应不了 那就没办法生存 很常古很现实啊 就像生物界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人类是不是进化成功了 现在 是不是主的 还是不是地球基本上 是不是 什么大星 什么狮子在人类面前的 不是小case 对不对 除了我们的这个大自然 对我们人类有点 那个什么 其他的话 基本上伤害不到我们人类 像什么病毒呢 可能这些我们人类 没办法避免 但是 我们基本上掌握了很多 这个生物的这个生死 比如说我们 不想要这棵树了 把它罚掉 是不是 比如说 这个这个这个机子 我看着烦了 我可以把它杀掉 吃了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这种主角转换呢 是不是 我们人类 在生物界来说 也是比较顶端的 也是生物 生物塔顶尖的 但是我们人类跟人类之间 也分什么生物塔顶尖 跟生物塔低端的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 其实万物都像金字塔一样 上面有上面上面有上面 你也不知道上面有多高 真的 也可以适用于宇宙万物 对吧 你不知道宇宙有多大 你知道我们这个地球有多大 不是说地球上面还要上面 还要上面 还要上面 你说都说不清 对不对 所以知道了越多 你会发现自己越那个啥 其实不知道 还是蛮好的 好了 话不多说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希望大家多多挣钱 不要想太多了 把自己的家人 自己的家庭 照顾好就行了 什么娶老婆 什么的 不要想 想那么多 没用 浪费钱 好了 上会 上会